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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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呢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喂喂 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2日 之前就讲到这个 习落理想 黑强主政 哇 多厉害啊 我打算讲五年的这件事 怎么这么快转调都不好玩的 由于最近孙力军 肖建华那些都被人判了 所以黑强又走来 不停歌颂这个朱萍 你很难说而已 他们都不像有什么权斗 你拍恐怖片 你拍到有只米奇老鼠 知道我很难相信你的嘛 所以最近就传出 有这个六出奇山 真是六出奇山 有这个黄奇山 是不是很厉害 那我们又看看他那个说法是怎么样 这方面的资讯没那么多 这些听床师 我觉得是 九品芝麻官不是有一幕的 小人养母大人床上的红芝 特意走来观摩学习一番的 这些就是听床师 那我们又看看之后 会有些什么 关于黄奇山的那些 色情帽 好了 不过不是说他 今天要讲的是另一个东西 另一个东西 玩科学 他叫牢宠物 牢宠物金回 哇 风头疼 还厉害过陈姑娘 陈姑娘 就有豪宅买一下几千万 似乎这个可以炒一下清零位 他玩清零的嘛 他和你研究那个零的小数位 原来大家都误会了他啦 他是这么说的 那么多definition 他不早说的 那些定义这么有趣的 似乎是玩定义出身的 好心啊 V&X 老实家超同学呢 就向牢宠物学习一下 心惊得人啦 那最近呢 你是不停地说 要动态清零的嘛 那牢宠物是说 动态清零呢 就不是绝对零度 抛科学哦 抛书包哦 但这些是连小学生都懂的东西 他就说 我们的零度呢 就是摄氏-273度来的 这个是绝对零度 所有的粒子呢 都没有任何的活动和能量的啦 哪个文胆给他这些东西啊 那些括号我们呢 就不要说出来 只是说他说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零给我们呢 就很低的 我们要做到零呢 方向最紧要就是减数 如果长时间是加数呢 就方向错了啦 他的意思是清零 这东西呢 是个verb来的 是个动词来的 就不是一个状态来的 所以清零的意思呢 动态清零的意思呢 就是不停地要减数 就不要增加 但是就不代表一定要是完全零个案 所以呢 不断减数进发就可以了 好啊 我接受你的说法啦 那于是乎啊 他就完全取消了所有熔断的机制了 容许外国的所有韩班呢 就走来香港啦 啊 那你是一条加数来的哦 你不是减数来的哦 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东西先 因为他用温度做例子嘛 他就说动态清零呢 就不一定是零 就是那个个案是零 不一定 就只不过是寻减数进发就可以了 就是有效的繁殖率低于一 而香港呢 就要去定这个自己的零度 经济方面呢 就不是完全静止的 那你明不明啊 就是你老婆又准备了 一顶很漂亮的帽 绿色的啊 就给你戴啦 是不是 那跟着你执她的时候啊 床上面那个是谁来的啊 啊 跟着他又跟你说啦 我是风水师来的 他最近呢 就这样的 我见你事业不是很顺利 那所以呢 怕你仕途不济啊 那风水师就说他有支魔术棒棒 啊 了几了你的事业就蒸蒸日上的啦 那我们是从加数那方面去进发的啊 平暴清零 你说的东西这么牵强 就是 我尽量降低自己啊 那个思考能力去接受啦 那大家都 喂 但是说回正题先 你说从减数方面去进发的嘛 是不是 那我接受他的说法啦 从减数方面进发 他即时令我想起一国两制啊 大家知不知啊 这种有奶便是粮的做法啊 至于政界方面 可以跟你说完全欢迎 如果不是他们就不会一致 去打贪和小报告啦 真的啊 日日啊 飞甲传书800里加急 不停放在珠平台面啊 大家知不知啊 所以我不是说 老宠物一上台 很容易的 即是大家呢 那些什么 科技伏技各样玩一下 那就算的啦 一句说完 阿欢 为什么 大家最记得 老宠物的事件 就是他插水那一锅了 摆到明做假的 有些什么 是不可以 用一个说法去遮盖呢 所以说要放欢的时候 就放欢的啦 阿欢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理他 那些什么科技伏技 留给他自己啦 赚钱的 你猜真是为你好吗 你就当他真是为你好 你就试试玩啦 看看你玩到多少劲 我自必然 遵从youtube的政策的啦 我赞成你你你你 还有你 快点撑科技伏技 好达致群体免疫 我m痛不去得 啊 不让人m痛的 menstruation OK 就不是他那些什么 绝对零度 absolute zero 说话没句真 那和我们先说回这里 喏 你答了个问题才好走的 知道吗 老草物 喂 你明明是说 潮减数方便去进发的 这里啦 特区政府 星期四7月7号公布 会加强抵港人士检测安排 但是呢 就暂缓个别的航线 那个熔断机制 这里有什么问题 那问题就是 明明你那个核酸 都是阴阴阳阳阳阳阴阴 啊 不是100%准确的嘛 你即时拆除了贪和那个熔断的安排 都是为经济 为钱 那你说什么绝对零度呢 你说就可以了 为钱而已 但是有些就宽天喜地啦 就是那些天空的蓝 好耶 这样 因为呀 没有了个熔断机制各样 哎 孙仔就可以回来咯 因为去了英国嘛 飞了就不回来的啦 到你取消了熔断机制的时候 人家都不回来的时候 就更惨 我又不明白他想什么的 说明是秘巡 你会不会因为那个城池突然间通关了 然后走回去那个这么危险的地方 不会的嘛 或者有些会啦 听信残言 以为没什么事啊 跟着回来 立即被人捉了 又或者有心理准备啦 他是慷慨就议 那这点你不能不尊重人 佩服人 因为他是和香港共存亡 这些我们很佩服的啊 那但是如果被人善了回来的话呢 那你就要抽出幕后的元凶 但是7月7号时候啊 就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军 他公布的那个数字呢 已经突破了3000单了 他预计两个星期之后啊 就会翻一翻去到6000单 而如果牢宠物在这里暂停了 熔断机制的话呢 我相信就更多 那至于他讲的那些数据呢 你喜欢听就听啦 今次决定的理据就是这样的 上个月月中以来啊 由海外又或者是台湾 海外或台湾 就是海外咯 由海外抵港的人士 那个确诊比率就是1%至3%之间 占整体个案数目 香港那个整体啊啊 就不足10% 所以呢 熔断机制 就没什么必要 但是大家都知道啦 这只东西和咪公啊 是可以一传十十传八的嘛 那所以 你香港已经清了零了 已经是减数了 要防止的当然就是外国那里的输入啦 令到他不要令香港变成一条家数 而老宠物今时今日这样的决定 为你很明显跟你讲的东西不一样啊 虽然啊 我相信大家呢 都是会赞同他取消熔断机制啦 你如果出外国旅行啊 又或者想着移民的时候 你去考察一下加拿大啊 英国啊 各样那些地方 那些楼价 那些读书啊 亲身去不同点的嘛 考察完飞回来 再搬起自己的家当走的时候啊 那你都不想有熔断机制的出现的嘛 那些航班多么区乏才行啊 你就见到啊 英国啊 当地 澳洲当地 很多那些留学生呢 打算回香港的时候啊 找不到飞机啊 就因为他那些什么熔断机制啦 那我又不是主观这样讲的 因为呢 We and us 和他讲的那些东西呢 你又不需要听的 全部行相反的 说朝减数方便进发 结果他玩一条加数出来 你那些输入个案就是加数咯 跟着他跟你讲说什么 percentage各样佔整体个案中数 那是因为那些人飞走了 你就不当本地的了嘛 你三月时候已经有熔断了 那时候才只有两百单 但是你六月时候已经有三千单了 输入那些啊 亦所以 你只要取消这个熔断机制的时候呢 就只会有真无假啊 这些 哼 为香港市民福祉 你笑大人的口啦 为钱 那就是啊 那钱是不是 香港市民的福祉呢 我不清楚啊 哼 命值多少钱啊 我又跟大家跟进一下个数据 整体个案中数 那我们只是朝这件事说 你不要跟我说percentage啊 整体个案中数 3月215 4月423 5月907 6月3041 也就是说呢 他输入的个案中数是越来越多的 不过 我猜到他之后出什么招的啦 就会跟你说不验就不中咯 那些确诊个案中数 不要验啦 下回就玩这个的了 那大家又看看是不是 因为鸣鸣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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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啊 都取决于在他一念之间的 尤其是奴宠物啊 一脑子已经在深圳那边 注册了很久 做了那个深圳医学局活摘五星的局长 至于比卡超了喔 他就说一切以科学为首 他指的科学为首呢 科学两个字是指奴宠物 正如奴宠物跟你说清零的意思呢 就是朝减数进化 但是他做的是什么呢 给你一条加数 那无论加加减减阴阴阳阳 什么都好啦 对于他取消熔断机制这件事呢 我们是无任欢迎的 因为大家就可以韩文畅通 看一下外国的楼盘各样 决定英国方案 加拿大方案 澳洲方案 哪个好了 大开方便之门 让大家早日离去这个这样的危性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